老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时隔33年,当年剧中的演员们,现如今如何,《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是由著名导演谢进拍摄的,影片根据李存宝的同名小说改编,198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并于1985年在香港上映, 主要展现了我国战士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英勇的表现,以及他们以心为国,保卫国家的高尚品质。 这部电影很真实地反映了对越反击战的历史,有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也欢迎去看一下。 该部电影也获得第五届金鸡奖和第八届百花奖中11个奖项,一些演员也因这部电影获得极大的关注。 那么33年过去了,当年演这部电影的演员们,现如今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一,梁三喜,吕孝和。 吕孝和出生于1945年,今年73岁。 当年他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第五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八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双影帝。 1987年他又凭借主演的话剧《余树下的恋行》获得戏曲界最高奖项梅花奖,可以说是真正的演技派,老戏骨了。 近些年来,吕孝和一直活跃在影视圈,比如2010年拍摄了《三国》,2013年拍摄了《大宅门》1912, 2014年拍摄了《反成年代》,2016年拍摄了《回乡斗》,在去年的时候,他还主演了《大爱无言》这部公益电影。 吕孝和的父亲是大学体育系教授,他也常年坚持锻炼,现在身体也很好。 2,张萌生,唐国强,提起唐国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1952年出生的他今年66岁。 现如今他中国国家话剧院资料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毛主席特兴演员。 唐国强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除了伟大的毛主席之外,他几乎演变了各个朝代的皇帝。 唐国强一直活跃在影视圈,他是影视界的老模,从1975年拍摄《南海风云》以来,他总共参演了100多部电视剧以及20多部电影,平均每年出三部作品,比如今年就参演了《原重换》,《换了人间》,《军人使命》等三部电视剧。 三,静开来,何伟,何伟出生于1956年,今年62岁,他曾经因这部电影获得第八届百花奖最佳男配绝奖和第五届金鸡奖最佳男配绝奖。 在2014年的时候,他以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被第三十二届百花奖最佳男配绝奖提名。 何伟出演过20多部电影,现如今仍然活跃在影视圈。 四,雷震,童超 雷震的饰演者童超已经于2005年去世了,享年八十岁。 他是我国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他的艺术生涯最辉煌的时候不是在电影上,而是在话剧上。 他在将近50年演艺生涯中,出演过50多部话剧,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 比如蔡文姬中的左仙王,茶馆中的庞太监,武则片中的洛宾王等。 五,韩玉秀,盖克 盖克出生于1958年,今年60岁,当年因这部电影获得金鸡奖,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之后就去了美国读书,暂时退出影视圈。 回国后,他又已无人喝彩和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两度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遗憾的是没有真正获得过最佳女主角奖。 近些年盖克也一直在影视圈活跃着,只不过一直都不温不火, 从1992年起,他参演过50部左右的影视作品,但却一直都火不了,也算是挺可惜的。 关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2016年参演的电视剧《咱们相爱吧》, 他在里面饰演林小孝,张静出世,的母亲。 六,梁大娘,王玉梅 关于王玉梅的近况,其实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了, 现在就简短地说一下吧。 王玉梅今年已经84岁了,由于年事已高,现在已经不年系了, 在家中安度晚年,最近的一个作品还是2012年拍摄的一部戏曲电影《槐花》几时开。 王玉梅是我国非常优秀的一位老艺术家,曾经获得过许多奖项, 比如1984年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女配角奖, 以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奖, 1987年新十七十年电影演员荣誉奖, 1994年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女主角奖, 1998年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等等。 七,杨带花,思琴高娃 思琴高娃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名演员, 出生于1950年的思琴高娃今年68岁了。 在这部电影中她是一名配角, 但在拍摄这部影片之前, 她就已经凭借着《骆驼翔子》, 1983年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了, 而在演完这部电影之后, 她又以似水流年, 1985年获得第四届香港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成为第一位获得金鸡奖的大陆演员。 除此之外, 思琴高娃又获得多次的《飞天奖》。